将浓度2m容易一平,倒去半平再用水加满 拌匀后再倒去四分之三平 然后再以3m的容易加满 则容易最后的浓度为多少大m 假设体积具有加乘性 好,那我们这里先画一平2m的容易 好,这是全满的 那倒去半平 那当我们倒去半平的时候 剩下来的还是2m 好,接下来再把它加满水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 但此时的体积已经变成是v 好,所以就是1m 好,接着再倒去四分之三平 好,倒去四分之三平就是剩下四分之一平的意思 那这里还是1m 然后接着我们再把它用3m加满 好,那我们观察一下它的融值 这边是这边是1m也有凡之三平的意思 这边是1乘上四分之一v 好,所以以3m加满的话 总共的融值的莫属 所以就是1乘上四分之一v 再加上剩下四分之三乘上三 那总体积是v 3乘上3分之3V 这样子 好那 这样会等于2.5 大M 也就是4分之10M 2.5大M 所以本题的答案选择的是 1选项 好我们来看一下 它给的详解 浓度2M的容易 一瓶倒去半瓶再加满水 那浓度就会变成原来的一半 所以是1M 那倒去4分之3瓶 再以3M容易加满 那它的浓度就是 1乘上4分之1V 加上3乘上4分之3V 然后总体积是V 所以得到2.5大M 好所以本题答案选择的是 1没有问题 12V 1 6 5 6 7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